好 好听 阿姨 小潘 你来了 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 时间要出发 好有效力的女孩呀 是小伟叫你来的吧 对 我们要出去逛街 过我还要去看一场 非常好看的演出 她在开会的路上 给我打电话 列了一长串的项目 被我已经砍掉很多了 我还要敷半个小时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先挑 出门的衣服 好聪明的女孩子 走 我还是不去了吧 没关系 我们先从挑内衣开始 哪个小子是内衣 呃 这一个 这个 嗯哼 走 哈哈哈哈 哎 来了老鱼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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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们在笑什么啊 宝玥是这个样子 我们四个打了个赌 赌你今天穿什么 我断定你就穿这套衣服来 我赢了 你们不是开会吗 开什么会啊 就大家很久没见见了 想见见人 是啊 我们都想你了 哦 原来不是对我不放心的 我就担心你不来 所以才把问题说得严重一点 你可别介意啊 我不会让我的合伙人担心的 我一点都不会担心 疯了啊 把我赢的钱拿来啊 哎呀 你穿成这样 害我们都输钱喽 哦 小鱼 穿那么严肃不舒服吧 换套衣服轻松一点 好 请 我跟你们一样 我也不知道余总去哪儿 不过你们应该向我学习 你放轻松一点 余总不在 太阳照常升起 就算余总不在 你也必须要联络上她 按照她的指示 来处理那些问题啊 那可是你的职责 不用你叫我 我知道我是干人 电话我打了 可是她不接了 我有办 要不你给她区域电话 你跟了她那么多年 兴许她会接你电话呢 对啊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语 真不是故意和你唱反调 你走之后老房就提议开个会 手机还不能带进来呢 给你介绍一下 王律师 这是什么 股权分配法案跟权益结构 不是早就谈完了吗 我们商量过的 从来 你们这算是毁约吗 你也没完成你的承诺啊 丁桥跟湘湖现在都好好的 你搞砸了赵小亮的计划 顺带泡了个妞 还把我们大家都玩的 你总得为此付出点代价吧 利用赵小亮打败湘湖的计划 大家都通过了 小语啊 耍就不好玩了 你刚刚跟ABA的董事们 达成一个新的结议 他们答应给你增加股份配额 有没有这回事 我可是有那部消息的 你到底几个意思啊 小语 我们干等着 连口上都没喝澡 你却大口大口地吃肉 我怀疑你把我们给卖了 当你换衣服 交手机 就是担心你藏窃听器 不管你跟我们签了多少条约 你碰了多少股 只要你告我们是内部交易罪 我们这些人 下半辈子就全完了 不能这么完蛋 我怀疑啊 你就是这 你就是那只大衍生 那咱想把我们一锅端了 增加股权配额 又不是现在在提出的 是两年前就提过的 董事会一直没有通过 现在为了留住我 所以董事局才决定同意 就是这么简单的 作为ABA大中华区的首席 如果我不持有自己公司的股份 公司也会要求我解释的 行了 别说了 要想让我放心 就得欠了 丞下之盟 丧权如过 安全的 什么 我们放心 你就安全了 小伟到底做了一件事 叫你来陪我 是啊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 高潮在后头呢 业太不好意思 来迟了 小伟也给你打电话了 没有 是唐太告诉我的 这个碎嘴女人 小叶啊 谢谢你赶过来 不过不麻烦了 我跟小潘就好 你要是愿意呢 也跟我们一起逛街 算了 下次 下次 今天我去运营轮空 所以正好过来 你不用向我解释了 嗯 赵助理 能麻烦您再给余总 打个电话吗 不麻烦 不麻烦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啊 把门戴上 这什么状况呢 主子丢了 哎呀 哎呀 你说 我这最近也没有时间 过来看你 忙不忙 忙什么呀 我就是一司机 乘客带我玩呢 我就天天上班 不带我玩 我就天天放假 你心情还好吧 我今天刚学到一新知识 不管什么事啊 只要是从草根嘴里 说出来的 那就八卦 哥们儿我现在是整栋大楼的话题人 我超级超级啊 我上一电梯都有狗仔跟拍 那你听我的 回北京 那儿淘宝 不在我一城一池 大大步地后退 那斯大林哥乐呢 我是不懂这么多啊 但是我觉得呢 你别在这儿待着了 你就别在这儿待着了 你多留一天 别人就多看你一天笑话 关键是 朋友看了心里也不好受 我这儿心疼 我怕我走了 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要不然 你就认输 我跟盘绝交 别别 都是他的错 他跟你离婚 他把你放弃了 这就是错啊 你这么理解 他是粗暴吗 必须粗暴 张晏亮 我跟你说 你要是走了 我跟盘绝还能继续当朋友 你要是继续留在这儿 你这是逼着我跟粉圣药 放轻松 谁也没逼着你去战队啊 反正我就是说了 听得懂你 来 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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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 哎呀 累死了 走了 嗯 师哥 我们两个人 你就一个人你 谢谢 谢谢 终于得到我了 饿死我了 那个要炒牛盒 我也炒牛盒 不用看了 夹了 没个小亮点 等他去 这儿 这儿 不容易啊 还能有位子 我还以为得排大队呢 没有 吃着吧 服务员 给我来一个归零糟 那哥们你觉得是吗 不是啊 他刚给我们用的 就是他 我们差不多对了 师哥 看上我几分了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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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他们说了 刚才是你让座给他们的 我看他们俩是一块的嘛 没事 过去坐一下呗 不不不 来来来 不不不 我帮我走吧 没事 来来来 在这儿挤一挤啊 谢谢你 应该的 一块吃呗 谢谢啊 这个他叫汪涵 我叫南海 北京有一个中南海 那个南海 我叫南海 我叫南海 往哪儿 靠和西方 我叫南海 我叫南海 我这里有一个中南海 我叫南海 我叫南海 先我叫南海 我caeln 你找南海 好 好 兄弟 我来了 我要是你的婚 我肯定让前妻 一辈子都活在悔恨当中 终至以泪洗衣 你连婚都没结过的人 凭什么给我上课 我只相信体验派 婚姻在法律关系上 就是合同关系 离了婚呢 那就是毁约 就是解除合同关系 这不难理解 还有 我是不会跟这种人 再有任何关系的 像你们这种人 毁合同都跟玩似的 只要钱到位了 仇人都能上你们的床 说话几点口疼 兄弟 回北京吧 这座城市 根本就不适合你 这儿的夏天热死人 钱上都能长出毛来 冬天那辈子 又能拧出水来 这儿留给你的 只有伤心和悔恨 你应该感谢潘云 他让你在感情上 栽了大跟头 这正说明 这座城市 根本就不适合你 回北京吧 在地上打油滚 滚掉那些娘娘枪 起来你会发现 所有的英雄好汉都在等着你 还有无数的机会 和画姑娘 你还真死了 听话 小潘 你尝尝看 我有十几年 没有调这种口味了 差一点点 致晕 不奇怪吗 我以前是卖咖啡的 买得永远不如卖得精嘛 还好有你呀 要不然啊 我永远也走不出 安德森的阴影了 他大爷的 什么 你大爷的安德森 你离婚的时候 也是讲这句话的吗 我说 你大爷的赵小亮 嗯 安德森 你大爷的 这样才算有个了结嘛 对不起啊 妈妈 我真的赶不回来了 哎呀 知道你没用啊 控制不了局面的 总是被人欠着鼻子走 是吗 好在有小潘 好了阿姨 我也走了 你早点休息 好 好 好 小伟总是踏错节奏啊 上楼梯都能够左脚 踩在右脚上 好了 你开车送送她去吧 晚安阿姨 好 拜拜 拜拜 今天这么多内容 辛苦你了 对付老太太唯一的办法 就是陪她们说笑 耗干她们的精力 让她们觉得累 她们还很高兴 这说明你认为她们很年轻 很有活力 这个对她们来说很重要 你们很融洽啊 你放心 我不会认为自己 交上了一个忘年轻朋友 她跟我妈妈一样 都是把自己 当成知心大姐 陪你哭陪你笑 但她们跟你心里之间 永远隔了一条三小大坝 她们心里也清楚 这个坝不能打开 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好处 你认识得很深入啊 我们都是她们的孩子 带着她们的基因 你只能自己走到大坝里边去 她们是不会开渣放水的 你今天好像很不容易啊 我要是能对你讲该多好 那就拦着点 千万不要决地溃疤 我要是能对你讲 你一定会懂 到了 好 谢谢 拜拜 谢谢 小爷 有没有时间我们聊两句 对不起 我睡了 对不起 我睡了 你小子干什么呢 三坑半夜冻冻的 刚才我翻了个跟头 你这是怎么了 咱俩下去喝茶聊聊天 不了 我在公司喝了一杯咖啡 到现在都不困 喝点酒 试过了没用 好 原来厨房里的半瓶金六福 是你给喝了 失眠了 我都二十八个小时没喝眼了 大半夜的练倒立 那不越练越精神了 那你有别的办法吗 我没有 倒头就睡了 有一次那是在集体宿舍睡觉的时候 到了大半夜三四点都睡不着 心里害怕 怕死了 后来隔壁一个老师傅说 周总理日理万机 从来不睡觉啊 然后呢 然后就睡着了 放心 就睡着了 有什么打算 回北京 看什么 我在想 如果我是你 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会说些什么 说什么 你走了 你可以看成是二十年前的我 败给了现在的我 你不是输给我 你输给了二十年的时间 其实我心里有那么点小希望 就是被你打扮 我懂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我们公司的销售总监叶昭君小姐 叶总平时非常忙 今天终于有机会见到真人 大家欢迎 好 大家好 接下来请叶总跟大家分享几个案例 然后进行互动 好 欢迎大家 那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过去十年里面所经历过的一些重大一点的案例 很多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我们会遇到我们工作上面的瓶颈位 瓶颈位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不是很熟悉我们的产品结构 也不知道我们产品的成分是怎么样的 虽然说来说去大家会觉得这样的案例会很俗套 但是我想跟你们说这样的俗套绝对是有必要的 给我 什么 没装了 装什么 你去下水道找了没找到戒指所以怀疑是我拿走了 对不起 我对那东西不感兴趣 在拴这东西指导前自然有人会拿走 那东西是我们的结婚戒指 我没那么矫情 咱俩有仇吗 有没有也不重要 我要走了 就这事 我要回北京了 好啊 一路平安 靠你 你就这么心安理的 那我怎么说才不心安理的 我说你留下来照样你别走 无论如何留下来是吗 我不虚伪吗 谁都知道你的人脉在北京 你朋友在北京 你父母在北京 你在广州一无所有 没人买你的账 我总是因为 因为我爱你 我在这座城市待不下去了 那也许我们两个确实不合适 你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 咱们两个生下来就查不到 对不起 我没有能尽到一个丈夫的职责 我没能给你幸福 没有能为你挡风遮雨 但我也不能认定 于德伟就是你最终的归宿 确实 她让我明白了我不够成熟 再跟她较劲下去 我的结局只能是草败 抱抱我好不好 要不然我快哭了 我女父母好 我就住这儿回去看她们 谢谢你 余生啊 儿子 妈 我总觉得你做木匠 是心理补偿 我同你讲嘛 做木工是变态行为的嘛 所以希望不要我再做 我答应你妈我今天不做了 可是我失眠了 我得出去走走 出去走走还是好的 总比待在家里做个变态老 早要好多了 儿子 有很多连环杀手 都是夜里出门的 人家是有名有姓的 他是潘云的前夫赵小亮 马上就要走了 所以我想见见他 嗯 咱们俩的第一次私下见面就是在这儿 有始有终 仪式感很强 啊 失眠而已啊 你还记得你那次跟我说过的话 哎呀没想到余总也是夜行动物啊 啊 大半夜的出来迷食啊 这二十多年来 我每天睡眠时间不超四小时 那么忙吗 哎 真舍不得这花花世界而已喽 你说你舍不得这个花花世界 每天睡眠不足四小时 现在更留恋了 今天你约我在这儿见面我还在猜想 你会不会拿出一份新的活 一个让我这个草根 无法拒绝的诱惑 没有合同 有诱惑 我用回答你的所有问题 黄金时代的数据固一直在我上 我很奇怪 你们一直不追问他的下落 这让我开始怀疑这是一个圈子吗 原因很简单 我从来没怀疑过你 就算我跟你有再大的意见 我也相信你的职业操守 事实上 你并没有辜负对你的信任 这个信任风险有点大呀 没风险就不好玩喽 我一直扣着数据固 这真的不成功 换成你 你怎么做 我唯一能做到 就是让你自己拿回来 难道报警让警察来抓你 警察还没抓到你 公司核心技术被偷的消息 就会传遍互联网了 我们的股价能瞬间跌停 你得有上市公司的思维了 这我真没想到 你所问的 都是工作上面的问题 你就不想问问我和潘云 那我不是自找没趣吗 我和潘云什么都没有 他对我有顾虑 昨天晚上他算是一再婉转地 拒绝了我 所以你失眠了 没希望啊 我不年轻了 叶总 出事了 出事了 我们的客户资料外泄了 你说话要这么大声吗 主要是我们华东区的 很多客户已经打电话来质询了 你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啊 昨天晚上有一份文件流到网上了 而且是专业论坛 题目就叫来自ABA公司的金矿 我们华东区主要大客户的资料 全在里边 包括产品结构 毛利率 净价 这事必须得查清楚啊 这要没个说法 我等客户没法交代啊都 那你有目标吗 潘云你 有些资料只有他了解得这么清楚 而且他有这个动机 您知道他现在离开销售股了 这样做对他一点损害都没有 确实有个油盘不见了 我记得是放在包里的 因为它很重要 昨天白天还在 但是晚上打开包的时候 就发现没了 我一开始想 可能是在做客检报告的时候 忘了收了 结果今天早上我就到酒店 去问班长 班长说他亲眼看见我 把油盘放进我的公文包 那这样的话就可能是在做 学员互动的时候弄掉的 潘云 你这个解释也太笼统了吧 潘云 你想坐回华东区经理的位置 这个想法没问题 你跟我讲嘛 我觉得我老陈 比你更能胜任这个口味 咱们可以公平竞争吧 你使这种阴招 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回来了 你一样要收拾这个烂摊子 好 我让位 我现在就让 老陈你冷静点 坐下来 潘云 看起来是你谢的命 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幽盘的说法 这是你自己提出来的 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人知道 你也没有办法来证明自己 是 怎么 没事吧 没事吧 钥匙 中介打电话来 十一点在楼下见 保证账号最后一半点 什么意思啊 明天晚上的飞机 听起来 喂 我跟你说啊 你一会儿见的那个 要买房子的客户很可能是妙 Jab 那房子千万别卖给他了 什么情况 我云欣跟他说过 这房子是我跟汪涵的婚房 换来转给你了 警长 他现在要买这房子 肯定像是什么坏的 你们之间不都已经说开了吗 我跟你说 这前几天 他非要给我什么钱 当什么补偿 汪涵去见他 一生气直接把钱砸他脸上了 我估计他是记仇了 行 知道了 你真的看见了 我们就这么远 咱们卫生圈嘛 我就坐在叶总右侧 我亲眼看到的 你走了以后 那包就放在椅子上 叶总拿起话筒开始讲案例 当时我也觉得特别奇怪 他为什么会把手 放在桌子上呢 正好都看到 他把手摸进你的包 一勾 手里就多了个亮亮的东西 待我跟我去公司 你觉得当日叶总的面 你也敢这么说吗 他可是销售部最大的领导 怎么不敢啊 吃吧 大哥打扰了 他是通过五八看到的房子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进来吧 等你半天了 来 进来 那个大哥换鞋嘛 那个大哥换鞋嘛 鞋套在这小框里啊 好 来 是您介绍还是我介绍啊 你比较了解客户需求 你来喷吧 好的 这是一样的包子 还是金专修的 还挺不错的 你先进去看看 好 喂 说 来的不是妙妙 什么 是一老爷们 我是回啊还是不回啊 你想想 万一他是怕你们看出来 找到别人呢 行 我知道了 怎么了 没事 是妙妙 他要干吗 他那个早上前打电话来 说在这网上 看见小亮那小区那套房子 就原先咋了那一套 然后呢 就给钟姐打了个电话 就给套出来了 果真是那套房子 我估计他想买 他要买 嗯 但我觉得 这肯定是个圈套 他想羞辱咱们 卖他 你死心眼啊 他要想这样羞辱我们 那我们就提高价钱 越高越好 他得花大价钱羞辱我们 看谁划算 不是 你想想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干律师的 他们这行 跟喜忧事件多了 随便照搬几张给咱们 咱哪收拾他们 你是亲眼看见我把手 伸进潘云的包里了吗 没有 那你跟潘指导说了些什么 是潘指导让我这么说的 好 有前途啊 那就完完整整 把整个过程说一遍吧 潘指导请我吃自主餐 他把我叫到一边去 说我坐的这个位置 正好能看到叶总的手 他要我说 看到叶总拿了他的优盘 还有没有其他证人 这怎么有人证明啊 这都是要背着人说话的 可不可以电话接我一下 给您 我想单独跟他谈谈 您是哪个骗区过来的 甘肃 一直在那边 是啊 来过这里吧 喜欢这个训练营吗 喜欢啊 第一次来 你和叶总以前认识吗 不认识 是来到这里才认识的 昨天才算真正地认识 说上话 他有打电话给你吗 没有 真的 怎么了 我用你的电话 可以查到你的通话记录 从昨天晚上起 只要我查到 你和叶总有通话记录 你就是在讲讲话 如果你说真的 我就当没这回事 也不会告诉他们 谈话内容 昨天晚上叶总给我打电话 他给我打的 他问我是不是坐在他右手边 侧位的那个人 我说是 然后叶总 就让我去跟潘指导说 看到他偷游盘了 潘指导 是很好的训练师 我们都很喜欢他 可是叶总 他是我们的皇帝 我理解 你也不敢不听他的 你到底看没看到 叶总偷游盘呢 我看没看到 我看没想到你 能不能听他们的 你不敢说 我看没想到你 能不能听他的 我看没想到你 他被带到你 他在暴力 我看没想到你 并不听他的 你不敢说 他在暴力 他在暴力 我看不见他 他在暴力 他在暴力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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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